波兰人、犹太人,他们都能够有大屠杀纪念馆、教育后代。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记住这共产主义的罪恶?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、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丁子林等人发起,连同其他六四难属而组成。 有的人问我,你怎么坚持?有几个人,你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年? 我想从我跟儿子来说,这是一种母爱,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,确实是伟大的,也是巨大的,它打不住的。 我跟那时候九十年代,我刚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,那个门口国安,那帮扶元兵,破口大骂,你这个汉奸卖过贼,你是拿美人的汉奸卖过贼,那我当然毁进他。 但是那时候,现在他们更新怀难,现在都是蚊子冰冰的,至少是本科生学历,甚至于他们做头头的,都得要硕士学位,双学位之类的。 当然不会骂我汉奸卖过贼了,但是监控了,我觉得他还是外手内劲,还是不会放松的。 25年过去了,这个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要求真相,追究责任的努力。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丁子林教授,已经78岁高龄,她和丈夫82岁的蒋培坤,今年被当局软禁在无锡,无法回到北京。 然而,正义和公礼是无法窒息的,这个组织心火相传,延绵不尽,并挑选了更为年轻的尤维杰女士,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发言人。 尤维杰面对当局的阻挠和打压,在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,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 欠我们的道歉,应该向我们道歉,不仅向我们,应该向全中国人民道歉,是你用这种方式对我们,如果我们,因为我觉得我也曾经接触,我在这个接触那个当年的学生,他们有的时候也想做一些,就为一些弱势群体做一些那个什么,他们也说,我今天之所以要做,也是因为当年的情节。 如果今年我没死,是那些死去的人替我死了,所以说,这些事情不仅仅是乱俗的事情,是要全国人民,向全国人民公开的道歉,我觉得他们应该做,做了以后,这个我们会原谅,因为我希望这个社会稳定,希望这个国家能够繁荣,是吧? 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国家制造它混乱,制造这个分裂,我们没有这么想做,否则我们不会这么理智的,这么克制的做向我申诉这些事情。 天安门母亲群体在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,曾经给声称代表中国民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了一封公开信,表达了他们二十五年不变的执着和诉求。 公开信说,二十五年来,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,一个事实,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。 尤维杰谈到了他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新发言人所肩负的责任。 是这样子,因为在几年前,我就是母亲们,他们曾经商量过,就是说,觉得他们年纪大了,那么这件事情到现在,那个过了那么二多年了, 一直没有解决,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要那个追求我们的那个诉求,那么怎么办,他们觉得应该再找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人,那么我们作为妻子来讲的话, 也非常知道,就是母亲们在二十五年里头,他们的抗争,这个尤其丁老师,那个当年在那个第一位,就站出来,去为我们这个,当时我们还没有群体呢, 他站出来的时候,那个他冒的风险真的非常大,那个,这是不是我今天所风险,那个能够比对的,真的是当年的风险, 因为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嘛,那么我们这个群体经历了二十五年,那个,那作为我来讲的话, 我觉得虽然我是妻子,我有责任,应该继续的做下去,也就是心火相传嘛,我有这个责任,直到这件事情在中国政府能够对我们有一个说法, 有一个交代,能够对我们这个难俗,有一个公正的那个,哎,一个解释,是吧,因为当年的六四塔都杀,我自己个人认为,那个,无论这个政府,用多美好的说辞,说是要社会的稳定,都不可以用屠杀的方式,来屠杀自己的国家的,那个,人民, 而且还是学生,这个学生,如果,因为用学生的话来说,学生是满腔热血,热血的青年,他们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未来,那么中国的那个,仅仅是提一下意见,就被那个什么,用这种方式,那么残忍的方式,给那个,把这些那个打压下去,让我觉得,嗯,我有,虽然我是一个难俗嘛,我有这个责任, 继续做下去,当然是有压力的了,因为压力是,第一个压力,就是,我,我既然要想承担这个责任吧,我觉得,难俗,就是,就是我的责任,那么,这么多难俗,那,我,我做得好与不好,我觉得我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,那,对于我来讲,嗯,我,我希望能够,像,那个,母亲们学习,那,他们这个,抗争的这么多年的,那个, 这种经验,或者,那什么的话,我也,那个,而且他们的这种勇敢,都是我,我所钦佩的,我应该,那个,那个,做得更好一点,那么,那么,这个什么,嗯,这个是我的压力在那儿,因为我觉得我责任重大,呵呵。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,天安门母亲和天安门妻子,失去了亲人,失去了自由,失去了幸福,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,然而,他们保存了道义,保存了良知,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。 尤维杰回忆起,二十五年前,他丈夫被戒严部队打死的那个夜晚,历历在目,恍如隔日。 嗯,是这样的,六四那天,我是,嗯,二十五年前,对,那天呢,就是,因为我先生是,因为我睡觉比较晚,他是早睡了,等到晚上,可能一点钟左右,六三晚啊,六三晚啊,那应该六四的凌晨,六四一点多左右嘛,他,他听见枪声了,他把我叫起来说,我当时没有听见枪声,然后他把我叫起来说,快起来,快起来,开枪了, 因为我们俩就起来了,起来以后,听见楼下有人在说话,然后我们就下去了,下去是邻居啊,他们从西单,从穆西地那边,往那个西单,往天安门方向走,他们说在西单看见地下一滩滩的雪,但没有看到真正的屠杀的现场,没看到,然后后来问他,是问他们,说的,你们也不知道天安门的学生怎么样,天安门广场的学生,他们说他没有敢去,然后当时,因为作为我们, 我来讲,反正,我的确非常同情学生,因为我在,那个十九号,第一次见人的时候,我到天安门广场去了,我去了以后,我看到学生们,当时手拉着手啊,那都是很年轻的孩子啊,他们就是, 他们说,如果要开枪就让他们开吧,实际他们并不知道开枪的意义在,实质的意义是什么,只是,那个,学生的满腔热情嘛,然后,那个,所以我们都特别关注他,他们,那个,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,现状是什么样的, 然后,当时,我们,我都,我想跟他一起去,我们俩一起去,后来,那个,邻居就说,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呢,我说的,孩子,他小嘛,他睡觉,不会有什么问题的, 后来,那个,他就跟我说,你别去了,我去看一看吧,所以他骑车走吧,走了以后,我就在马路上,一直在那个,就是,就听那个路人在聊天嘛, 都没有睡觉,都在马路上,或者是,在现场,然后,我等到三点,三四点,我听见有一阵枪声, 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位置,三点多,我估计是三点多,我也对他有点担心,我的确对他有点担心,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, 也没办法去找他,因为,当时也没有通信手段嘛,然后,我就回去了,回去以后,我等到六点钟,一看他没有回来, 我又下楼去,下楼去找他,其实,没办法找,等我再回来的时候,去看见楼下,就楼上下来一个人,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他问我,你是不是叫尤维杰,我说,是,他说,他说,开我家的门,我门没锁,我都不知道, 他开我家的门,他说,你家里有个孩子在睡觉,说呢,家里没有人,他说,我那个,我看着你,我觉得你就像, 后来,他说,他说,问我杨明虎,这个我的丈夫叫杨明虎嘛,他说的,哦,我说是,他说他现在受伤了, 说你别害怕,他在同人医院呢,然后我就,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他的姑姑,我就到医院去了, 医院去,我当时看到的情景,反正,这终身难忘的情景,就是我在,那个, 这个,这个,从门,我看到,就是,那个,电车,什么的,被烧毁了,啊,就是像战争的场面似的, 我到同人医院以后,嗯,那个,我就到,因为当时,同人医院是在修,就是,从那个大门是进不去的, 就要到,那个,急诊室呢,就要通过,那个,地下,我,那个,那,宋姓人当时告诉我,他,就是, 他当时是在同人医院,嗯,他是一个独生子,说他父母对他也很担心, 所以说呢,他就选择了两家,一个是我家,因为他问我先生在哪工作, 然后呢,还选择了一个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,他选择这两家,他给送信, 然后,那个,然后他就说,他说,那个,我,可能好像是, 他跟我说的是,一个平板三轮车,还是一个面包车, 啊,现在因为时间长了,我,我当时也记不清楚了,就是, 他说,车上拉了七个人,有两个是活的,就是我的先生, 还有一个是煤炭部的,他说,这个煤炭部的这个人, 是送到那个,在地下室,送到急诊室的时候,他就死了, 他只是说了一句,我是煤炭部的,然后呢, 他是,那个是用刺刀捅到后心,死掉的, 这件事情也是让我,我不能够忘怀的一件事情, 我也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,如果,我就想, 因为我的先生当时,我说,如果他是被子弹打死的, 因为子弹打的谁算谁,但是刺刀捅到后心, 那是故意,人,人故意所为, 那绝对不是说因为子弹的问题, 那我就想了,我说,当时我就想,那个我说的军队, 中国的军队,你号称是人民的子弟兵, 你怎么能对人民下得了这样的毒手, 用刺刀去捅,这个我确实是, 我到现在,我都不能忘怀的,现在25年了,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,到现在, 其实这个煤炭部的这个,这个,这个人, 我们没有找到,也不知道是谁, 但是我都,我永远记着他, 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他的家属,家里的亲人, 然后,然后我到急诊室呢, 反正我也看到,就是, 所有的急诊室都是,都是受伤的人, 血淋淋的,然后我问护士, 护士跟我说,没有这个人, 他说可能送到手术室了, 我在手术室等了,到10点多吧, 他出来了,医生跟我说, 他是打到膀胱,骨盆是粉碎性的骨折, 我的理解,我都没有理解的, 他说那个膀胱是修补好了, 就打的就变成几块,给他修补了, 但是粉碎性的骨折, 他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处理, 那个就是,里面都碎了, 但我的理解很天真, 因为我那时候年轻嘛, 我所经历的都是, 那个看到的, 或者是经历看的都是书和电影的战争片子, 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, 毕竟我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, 所以我就说, 我很天真,骨折, 我认为就很快就能长好了这个地方, 我没有多去想, 其实它很严重, 后来我才知道, 医生说它很严重, 然后等于是骨盆那地方, 有血管, 就是没有找到, 等于是随便给他输血, 一边输血, 一边往外流血, 然后就是他活了两天, 在这期间的时候, 那个戒严部队, 反正我是知道, 就是那个戒严部队, 说他要去搜查那个, 就是受伤者, 那个当时医院还是保护了那个什么, 就本来我那个, 我先生的那个, 就是那个床头上写的是, 那个他是送到密钥科嘛, 因为他打了膀胱嘛, 就是写的是枪伤, 后来一听说戒严部队要来那什么搜查嘛, 就是就把它改成什么密钥系统的病, 疾病啊, 就这样子, 我也知道那个, 那个当时五月五, 那个六月五号的晚上, 就是我在医院里的时候, 我就听见, 至少是长安街上, 因为我在那个, 在同仁院嘛, 离长安街比较近, 我就可以, 就听见一阵口号声, 一阵枪声, 还有就是轰隆隆的声音, 但是我知道跟你, 到第二天有很多人也受伤, 送到医院里去了, 而且看到那个士兵, 那个当时医院里都是用红十字会, 那个标志, 标示, 然后呢, 军队可以不骚扰, 那我看到士兵就是, 从那个小马路上往长安街上走, 那个一队一队的, 反正这件事情, 对于我来讲, 我当时看到的情景, 我不能忘记, 就是好像就跟昨天似的, 然后我的先生去世以后, 我到一个, 在崇文门那地方, 我看见那十字路口, 所有都是大兵, 在那, 就趴在地下端着枪, 老百姓远远地在那站着, 这个画面就像一幅板画似的, 在我心里头, 那个当年情况就是这样子, 他当时说, 他告诉我, 说的, 他是站在, 他是到南池子, 把自行车放在那个, 就是公安部门口有一个电话亭, 他把自行车放那了, 然后他人到, 就过马路在南池子那, 然后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, 一边开枪一边往外, 就打到谁算谁, 所以我这一点, 我不知道谁是下令者,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, 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时候, 据我所知, 因为我是后来听我的同学来叙述, 从北京饭店那个地方, 已经是人山人海, 根本就没有, 就是走, 就是马路上全是人, 都是平民百姓, 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, 你怎么能够下这样的命令, 一边开枪一边往外走, 我觉得下令者, 如果有一天六四解决的话, 下令者也应该遭到, 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, 就是我不认为他的这种行为, 是要平保, 或者是要把这个事情压制下去, 这是滥杀无辜, 因为毕竟, 马路上全是手无寸铁的百姓, 这种方式太残忍了, 我不知道, 真的我无法形容。 每逢六四季日, 受难者亲属们, 都要到北京万安公墓, 举行公祭, 悼念和追思自己的亲人, 然而, 这些母亲们却被当局作为维稳的重点目标, 他们派遣大批警力, 在公墓前部署, 不许记者采访公祭活动, 并密切监视难守的行踪, 25年过去了, 天安门母亲们没有看到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抚, 反而等到了25年来最严格的监视和控制, 担任天安门母亲的新发言人之后, 尤维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, 当记者问道, 如果她丈夫九泉有之, 是否会支持她现在的选择, 尤维杰回答道, 我觉得她会为我高兴, 会支持我, 因为她, 我觉得, 因为我说了, 我不仅是她的妻子, 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, 作为一个公民来讲的话, 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犯罪, 就用这种方式对自己的人民, 屠杀自己的人民。 失去亲人的痛苦, 25年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解, 反而随着六四后历届中国政府拒绝真相和赔偿而加深, 政府试图强迫用选择性遗忘, 让一代中国人忘掉六四, 然而刻在心底的创痕, 岂能轻易用警力和强权磨平, 真相, 问责和赔偿, 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懈的诉求, 25年了, 他们并没有消失, 而是随着道义良知一起持续下去, 天安门母亲们说, 这代不行, 还有下一代, 直到最后实现的一天。 美国之音VUA卫士记者东方, 发自北京的报道。 不喜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